HELLO 各位歐洲的朋友們大家好啊 我是肯倫,歡迎收看這支影片 又來到核心實測的時間啦 本次的主角是莫璇 新加入的玩家在製作核心時 是不是不太清楚要準備多少克核心 還有要選擇哪些技能呢? 這個實測除了會吃滿無轉世界外 還會依據各個職業所需的2和3技 4和6技,甚至到6和9技 介紹各個職業所需的技能 讓你們挑選技能不困難 還有就是 Hi! 肯倫頻道除了有每週搶先看 每月改版及任務教學等等 新風之谷資訊外 還有各式各樣的新手教學影片 讓你們更快入門 還有接收即時消息 你的訂閱就是肯倫持續做下去的動力 一起來支持 掰苦猫 首先,在核心實測之前 先跟大家簡單介紹 影片中專業術語還有製作流程 無轉世紀 是指每個職業無轉後獲得的 4個專屬技能 核心系統分類為技能核心 強化核心 一顆強化核心會有3個技能 會隨著強化核心等級而提升 而一個核心最多強化25等 每個技能最高可到50等 可以藉由多顆強化核心來提升 完美核心 是指1個強化核心內的3個技能都是你所需要的 因為每個人想要的技能可能會不同 2和3技 是指2顆核心就能將3個技能升到50等的簡稱 但注意每個核心都有一個技能名字 而每個技能名字的核心只能裝1顆在V矩陣 4和6技 是指4個核心就能將6個技能提升到50等的簡稱 6和9技 是指6顆核心就能將9個技能升到50等的簡稱 備注說明 B矩陣的藍位可透過藍位強化額外提升5等 所以兩個核心藍位可額外提升10等 因此一個技能強化的最高等級其實是60等 為了避免之後核心實測的問題 影片內容只會依據強化核心實際可提升50等來說明 不看藍位強化的額外提升 接著來介紹本次的主角莫璇 是一個在Destining改版大幅提升的職業 有強大的位移能力 還有技能強力的打擊感 都是他的特點 練等爆發的表現都是相當不錯 所以當作第26級的主角 莫璇是一個使用4和6技的職業 如果核心藍位足夠 也是能夠使用6和9技的喔 接下來會推薦莫璇4和6技給大家參考 莫璇的招牌技能之一 使用招式進行時可依據招式使用對應的神功 接技感十足 技能20等打怪數量加1 技能40等無視防禦20% 神功 遺形換位 莫璇的傷害鏈等技能 招式進行第三適時使用 會在全地圖進行殘影攻擊 鏈等相當實用 技能20等一般怪物增傷10% 技能40等無視防禦20% 神功 旋風角 莫璇的傷害技能之一 招式進行第二適時使用 配合武神狀態可以打出三段攻擊 並大幅提升傷害 打王鏈等都不錯用 技能20等打怪數量加1 技能40等無視防禦20% 這是鏈等二合三技推薦 神功 大地崩塌 莫璇的傷害技能 招式進行第四適時使用 有不錯的傷害 武神狀態暗下可連續使用三次 技能20等打怪數量加1 技能40等無視防禦20% 神功 亂打連拳 莫璇的按壓小爆發技能 招式進行第三適時使用 武神狀態下使用有超級格擋 適合打王使用喔 技能20等打怪數量加1 技能40等無視防禦20% 絕技 超熱波神力 莫璇的範圍超技能 施載石無敵 進行大範圍轟炸 鏈等打王都不錯 技能20等打怪數量加1 技能40等無視防禦20% 以上就是莫璇的四合六技推薦啦 前期因為核心爛威的關係 二合三技的推薦是以鏈等類為主的搭配 接著四合六技是選擇打王的組合 而莫璇只有10個技能 想搭六合九技還可以挑選 粉碎拳 鐵山弓 無銀角 如果上述的技能不合心意 各位瘋友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搭配來使用喔 再來製作上如果沒有找到完美核心 我會建議可以選擇將其中一顆吃起來累積 等開到完美核心之後再全部吃給確定的就好 因為吃起來的經驗可以100%轉移到其他顆核心 比起分解成碎片更有效益 喔這裡啦這裡啦 好那我們開始看吧 招式進行 移情換位跟懸風角 招式進行 招式進行 然後移情換位 懸風角 這才10個技能應該很簡單 還真的沒有欸 還真的沒有欸 什麼鬼啊 太扯了吧 有欸 找到了 不對 是懸風角 不是五銀角 五銀角我記得是綁王技 不會吧 欸 這樣也太衰囉 別讓我那麼衰好不好 才10個技能欸 完了 沒有 我竟然沒有找到 蛋白癡喔 蛋白癡喔 太衰了吧 我真的是很衰 他才10個技能取3 找不到 喔 有了 找到一個了 神功 懸風角 懸山 這個招式強化跟異性換位 喔 找到了找到了 不會吧 10個技能竟然要 難道要花費我很多個核心了嗎 不要啊 核心很貴啊 斷打連拳 大地崩塌 超熱波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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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吶 不會吧 天吶 不會吧 NO 欸 有了 找到了 浪打連拳 大地崩塌 超熱波神力 找到了 第二顆 第二顆 可以可以可以 好險沒有 好險沒有那麼衰 再來是 超熱波神力 好險還是有找到啦 想說沒那麼衰吧 可是會看到眼睛花掉欸 亂打連拳 有了 超熱波神力 大地崩塌 亂打連拳 找到了 我們這一波就找到了 三個完美核心 可以可以可以 注意這男人太狠了嗎 招式進行 好 這邊這個 招式進行 然後移行換位旋風角 這次肯定會有了吧 這次肯定會有了吧 好像出事了 好像沒有欸 有了 竟然是最後一個 海底撈月各位 我們海底撈到了 有了 這個的話就是要六個 虎我之盡 六個 然後剛好剩下一點點碎片 等一下喔 有了 耶 各位我們做完了 而且碎片好像還蠻接近的 我們做完墨璇的這個 我們總共花了一千七百顆 核心就把五轉四技 以及四核六技做完了 所以墨璇非常的輕鬆喔 他總共只有十個技能 讓你去挑四核六技 以及六核九技 所以如果說你們未來目標 是要六核九技的話 也是可以先把你們要的技能留下來喔 不過那也是要等級到250等以後 才有可能把它全部裝滿 不過今天呢 我們就把 五轉四技以及四核六技做完了 以上就是墨璇的核心製作實測啦 將五轉四技與四核六技升滿 總共開了一千七百顆的核心 墨璇可製作的技能只有十個 所以算是相當簡單 除了第一波只有開到三個完美核心之外 其他都相當順利 保守估計準備兩千顆 應該就能完成 你猜對了嗎? 如果你們有想看哪幾個 職業核心製作實測的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而有想製作核心的蜂友 把核心準備好 肯倫可以免費代工 只要讓我當素材就好 還有第二道密碼 請改短一點 讓製作更簡單 而每個職業我只做一次 要預約的請私訊肯倫粉專 下方資訊欄有連結 要搶要快 希望這支影片能夠幫助到 有需要的蜂友們 好囉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大家掰掰 下方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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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後留言 下方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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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